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1982年美国著名导演 Ridley Scott拍摄的科幻惊悚片 《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成为影坛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35年后拍续集 今天为大家点评Blade Runner 2049 以下电影画面由Warner Brothers Pictures提供 什么是复制人Blade Runner 他们是人类研发出来 为世人的文明发展工作的另类人 说得难听一点 也就是未来世界的奴隶 拥有人工智能 复制人也开始为自己的自由抗争 人类因此再研发出 比较温馴的新型复制人 来将旧款的反抗复制人消灭 电影中名为K的复制人 效忠于洛杉矶警察部门 任务是追杀旧款复制人 但是过程中 也发现一个复制人不可思议的进化 不单把他的调查复杂化 K也似乎和这个具革命性的秘密有关 而他的调查过程也其实受到监视 本身的安危也受到威胁 35年后的续集是今年影坛的一大盛事 今天的电影技术也又在给到电影院的观众 一幕又一幕的哗然震撼 精心设计的美术和特效 完美配搭故事剧情 戏中对人性灵魂和追求自由的渴望 有足够程度的探讨 从复制人的欲望中见到他们羡慕 并希望得到的人性 导演是加拿大的Denis Villeneuve 七年前的阿森迪 讲述一对软生兄妹 找寻父亲和哥哥的故事 是电影视片室选出的年度十大最佳影片之一 也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自从投身好莱坞之后 他的作品着重在思考性的动作片上 都是佳作 而在今年的《银翼杀手2049》当中 他更是将拍摄商业片提升为一种艺术 《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2049》 是应该到电影院亲身体验 满足观感的最佳理由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半不该错过